大家好,我們是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CSM 相信剛剛來到加拿大的同學 出發之前都會購買一份旅遊保險 但是到步之後,保險又怎算好呢? 而在香港投保的保險 又未必覆蓋到主要的賠償 又或者是全球保險的保費十分高額 國際學生未必負擔得到 而加拿大本地的保險也都包羅萬有 大部分的保險也都不會為國際學生提供服務 而今天我們就會為大家介紹一間 專為國際學生提供保險服務的公司,Gadme Gadme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教育保險中心 是一間專為外國人提供保險服務 有統計過,加拿大有70-80%的國際學生 都有投保Gadme保險 而Gadme的保費是在加拿大出名來說 CP值高,覆蓋率全面 基本上在加拿大的內外診證費用都是100%存包 可能有同學就有疑問了 如果我人在外國又可不可以投保成功呢? 其實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Gadme是由線上投保服務 付款之後立即可以立即申請成功 在出發日開始就生效了 而且Claim錢也都非常簡單 不會好像傳統保險那麼複雜 只要在他們的網站或APP上傳看醫生的收據就可以了 在特定時間內就可以獲得賠償 而Gadme的服務也都非常全面 眾所周知加拿大的家庭醫生是非常難找的 如果同學投保成功之後 可以利用Gadme的平台找到自己適合的醫生或者附近的診所 而且如果同學有任何問題想立即咨詢醫生 Gadme也都可以安排一個線上醫生問診 在境外的同學就不需要擔心了 而且可以免去傳往門市的需要 同學對於發生意外需要住院 相信都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費用 所以在投保Gadme之後 除了普通的門診、體病費用等等之外 涵蓋的服務還會包括住院服務 以及所有住院所產生的費用 同學如果沒有自己的醫療保險 來到加拿大有怕發生意外 需要承擔巨額的醫療費用 Gadme絕對是國際學生不易之選 同學也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Gadme在加拿大公司有問題很難找到 又或者沒有專人負責你的問題 因為Gadme是有提供24小時專人服務 就不需要擔心有疑問或者賠償問題 找不到人解決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也都可以透過我們報名 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 專為國際學生而設 主要提供升學留學、加拿大生活、簽證及移民資訊 如果對我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like、share、subscribe我們的FB和YouTube Channel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